潘维刚、朱凤之、徐少平、陈秀卿、罗素类等25人 有建议民国100年3月11号日本外海发生规模9.0的强震 进了引发海啸,袭击日本东部沿海 有赖起举国上下平日演习经验 让日本灾情获得一定程度的减缓 反观我国自民国95年5月30日起 启用灾害应变中心兵器推演 主要演练,课题皆以地震为主 所配合演练 因地震所衍生出的各项灾害 包含火警、通讯中断、交通事故 唯独遗漏沿海地区遭遇海啸的演习应变 建议行政院尽速将海啸应变 增列入防灾演习剧本当中 并加紧演习时程 以强化政府各部会进驻人员状况判断 及紧急应变能力是否有当 敬请共决